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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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雷浦村为鹰地 寨门是鹰嘴 正对着对面的仙桃状的山丘 于是附近的桃山乡人都认为 有鹰酌是仙桃之意 冲突也在所难免 到了明代 雷浦村出了一个家资因父的苏元外 妻子郭氏是荣江对面的朝阳西卢人 曾怀孕五胎都早产妖王 后来有人告诉他 应于府地前前前后后 种上浓密的树木 园外照办 不久 郭氏果然在元宵诞下一女婴 取名六娘 据说这一大片树木也加深了与林村的隔阂 究竟这两个村的这种隔阂有多深呢 乡村之争在封建社会经常上演 但需要官府出面解决训诫的事件并不多见 但现在雷浦查理还利用民国十二年 接阳县知事周伯初 舒克的训诫之安的石碑 可见两村隔阂之身也在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传说的真实性 而在这种氛围中出生的苏六娘 却天生丽质 聪颖过人 六娘长大后 到朝阳西炉旧妇家寄读 不料与表兄郭继春互相爱慕 两人竟背着父母撕定了冤蒙 那么 一对有情人能成为神仙眷属吗 四环庭的苏氏苏苑外 他因为官司打散了 曹州府 因为官司就结识了饶瓶人士 曹州府的师爷 杨淑瓣 在这个打官司之后呢 就通过组长 把这个苏六娘许配给杨淑瓣的儿子 杨子良 六娘闻讯 死活不从 悲女桃花给六娘出主意 连夜过渡逃到京北桃花家中 等待机会与表兄私奔 现有的戏本中 讲述了六娘在杨家迎亲的前夕 写下绝命书 准备投江自尽 巧遇前往西炉暴训回来的桃花和季春 暂比杜博家中 而两位戏剧大师带回的摘锦本 是当年的现代戏 如写苏国之间的情变 因意见相左而争吵 再而生出悔恨 这在古代纯情戏剧中极为少见 四百年前 民间艺人的摘锦本 叫人积节称赏 摘锦本在 《六娘不嫁惠记春》这一处中 苏国两人在受到 共同压力的考验时 原本同心同德 却忽然产生了冲突 虽然产生了冲突 飕勃一 Cham ornament 第二冲突 海贵阳梵 這真阻子 asm Miss 高院 金山 竟在说出这样的气话之后 甩手离去 事后两人又都悔恨起来 摘紧本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 西书民间传说创作而成 作者的手法还原六娘 这一副予情勇的形象 施命中心是要受到 主归的惩罚的 把他囚禁在苏龙 投入荣江 这种行为评价 为是外主入宗 三文化的事情 相传有戏般 到某苏信聚居的乡里演出 因不查其中隐情 演了苏六娘 该乡苏信组长 命人冲上戏棚 焚烧戏服 扣留戏乡 戏班不服 上诉官服 宪官原本开明 判戏班无罪 判此圣妙 约 谁也想不到的是 第一个以诗文形式为苏六娘这一历史人物翻案 婴儿也间接使朝聚苏六娘有了文学批评的人 却是出自与雷浦村有素院的陶山乡 她就是名儒 谢梯 是清朝同时也是丁日昌的末寥 是一个享有较高文学地位的人 谢氏自云与苏六娘的利浦村去瑜伽二里许 忍熟苏郭氏 她为苏六娘鸣不平 傅常诗苏六娘歌 在序里说 苏郭两相爱慕 私有康丽之约 终以不随 毕命将拨 其智可敏 其情可悲 她感叹 两百年来文人无勇极者 她也批评朝聚 还有朝周歌策 离取村歌 传乌诗时 她要为苏六娘喜冤 于悲世俗之不察 与淫奔者同类而非孝之也 有史记载的苏六娘 作为一代猎女 对爱情的忠贞不拘 可歌可泣 她短短的生命 却活出了长长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价值 朝善也从此 多了一句俗语 爱叫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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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针针 爱说娘 爱说娘不 爱说娘不 受难捏 朝人大学者饶宗仪 对谢氏及其长歌 苏六娘歌评价甚高 为苏六娘朝中离远演为淫荡之初 失阙其真 今谢朝云谱而成歌 为喜数百年之渊 可称六娘功臣矣 1957年 朝去苏六娘献演中南海引起轰动 中国现代戏曲奠基人之一 著名文艺活动家田汉 富师称赞 法曲九层传海国 朝阴金矣 动弓墙 随后 苏六娘的故事被拍成电影 传至香港 以及东南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